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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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頭子嗎 這個東西大家應該不陌生喔 我們從小在玩遊戲的時候 只要需要亂述決定數字的環節 都少不了這種頭子 但是我記得小時候在看電影的時候 好像有看過一種特殊的頭子 可以改變它的機率 本來這種標準正六面體的頭子 它每一個數字出現的機率 都是差不多六分之一 但是有一些人會因為各種原因 對這個頭子做手腳 讓它某一個數字出現的機率改變 我小時候其實在做這種特殊的頭子 相當的好奇 不過這種動過手腳的頭子 畢竟也算是某種作弊道具 這其實不是那麼好入手 所以我就想說 既然弄不到 我不如自己來嘗試看看能不能做出來吧 所以呢 我弄了非常多的頭子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能不能自己製作出魔術頭子 沒錯 是魔術頭子 不是作弊頭子 我們不作弊的 我們是抱著一個科學的精神 在探索這個材質與機率的奧秘 那我們先來觀測一下 我們選的這顆頭子 它的正常來說 我們在那邊一直頭一直頭的機率 是怎麼分佈的 那機率這種東西呢 就是你樣本數越大 它最後的結果 就會越趨近你的期望值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來丟個 360次 哈哈哈 來 開丟 直接飛出去 我做這個框都沒沒P喔 哈哈哈 哈哈哈 欸 奇怪 目前3都沒有出現過耶 快出現了 那個刮車 我平常跟他一樣 不應該是 那麽我們可以先去打賭 那麽我們可以先去打賭 就是 那麽我們跟他一樣 怎麼2這麼少啊 主要是集中在4這邊 但是我覺得以90次來說 好像這個機率 還在這個偏差的範圍內啦 所以我覺得再多丟一下 搞不好等一下這個2就後來沮喪 好 再來 去 1 結束 好的各位 我們的開票已經結束了 我們當選的是3號跟4號 雖然說3號跟4號 看起來好像稍微多一點點對不對 但其實並沒有說差距到非常多 我們總共骰了364喔 它出現最多的次數是74 然後出現最少的是63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對這顆骰子開始進行加工啦 我們要試著讓它6出現的機率特別高 那既然我們想要讓6在上面 也就是說呢 我們應該要讓1在下面 那6出現在上面的機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呢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方式 應該是把1這邊夾中 這樣子它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再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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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骰的時候 1這邊特別重嘛 所以它骰一骰呢 就像我們之前做過那個平衡玩具那樣子 欸 它比較重的那邊就會比較容易朝下 所以我覺得 我們拿個美工刀 要讓1這邊特別下面 所以呢 我覺得我應該是要從中間把它 切開 直接把這樣子把它剝開 然後呢 我們要做的 抱著骰是要讓衣特別重啦 所以呢 我等一下要在這邊 給它開一條勾 然後填充一些比較重的 像是金屬那樣的東西進去 OK 稍微在衣的下面這邊 開了一個洞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這個席 給它填充進去 好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吧 好 那我們就把它還原 這樣子直接黏回去的話 看起來應該是會被抓包呢 會直接抓起來剁手呢 呃 我們不管 我們總之先把它黏起來看看 反正我們做實驗嘛 我們不是真的要去變魔術 還是要騙別人之類的 好 黏上去了之後呢 把它施壓一下 我們稍微等它乾一下 等下再回來 看一下 我們的理論有沒有正確 到底會不會在1那邊加重 就讓6出現的距離特別高呢 我們就稍微等它一下吧 OK 好 呃 它現在已經乾掉了 那剛剛我為了避免它的黏著效果不夠強 我還在旁邊用一些其他的膠把它黏住 總之呢 它現在看起來就超作弊的 對 整顆就是一個超級加工骰 哈哈 但是不管 總之我們現在來測試看看吧 好 那我們先來量一下 它加重了之後 跟一般的骰子 重量差了多少 18.2克 就是加工的骰子 喔呦 差的蠻多的耶 15.3克耶 其他的呢 16.1 15.9 15.1 16.6 OK 所以平均大概多了 1克多耶 好 那我們就立刻來進行第二次的測量 5 3 3 5 這個3500了 3 5 6呢 1 6 6來了 6 3 3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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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各位 不感覺 我很像那個手搖電的那個電源 一直搖一直搖一直搖 欸 各位 我們這次應該是不需要真的骰到360次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數字 除了6之外 其他還蠻平均的 然後6幾乎是其他人的兩倍耶 對面已經64次了 然後其他最高的才28次 哇 真的幾乎要差到一倍耶 然後 最少的 欸 確實是1 它只有18次 欸 各位 所以 我們調整這個骰子內部的重量結構 確實是可以改變它骰出來的這個點數的 而且剛剛有幾下 我看的非常的清楚 雖然說它裡面的這個空間不夠 但是最後它快要停下來的時候 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它基本上就一定會是6 所以雖然說1克2克我們感覺好像沒有 但是 以這個骰子整體的重量來說 確實是改變了它的結構耶 但是呢 我總覺得這個不夠顯著對不對 那我在猜呢 這個原因喔 應該是因為我們的做工 粗裂 我們就是隨便把它切開 隨便給它打個洞 然後隨便填充一些東西 隨便把它黏起來 讓它整顆 其實 就出自爛造了 所以呢 我覺得喔 我們要來做一個 更高機率可以曬出我們要求的這個數字 欸 我們要來玩我們很久沒有玩的環養數字啦 那我的構想是這樣子喔 我準備了很多這種正六面體的模具喔 那我等一下呢 我就會調配很多 完全黑色的環養數值 然後呢 先在底下鋪一層 鋪完一層了之後呢 開始在裡面放一些重物 螺絲帽啊 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呢 再把剩下的環養數值倒進去 把它封住 那為什麼要用黑色的呢 因為 這樣子人家就看不到裡面有藏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如何 這個想法是不是非常的簡單暴力啊 好 那我們來開始調 黑色的環養數值 OK 環養數值也準備好了 那在準備這個環養數值脫泡的期間呢 我們還做了很多 等一下用來加重的那種螺絲帽 好 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把螺絲帽的上面空心的那個部分啊 用錫把它灌起來 這樣子一顆呢 就有個四公克 哈哈哈哈 有夠重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上第一層吧 OK 好 這三顆 是等一下要拿來加重的 然後呢 我們也做三顆 是普通的 這樣子我們就會有個對照組 那普通的就是直接 非常無情的把它倒滿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呢 這邊這幾顆就稍微擺著讓它乾一下吧 薄薄的一層要乾掉 我覺得應該一兩個小時應該差不多 那我們先去吃個晚餐 OK 經過了兩個小時 基本上呢 這樣環養數值已經初步的硬化了 我們現在這樣子壓 雖然說有一點點QQ的 但是已經算是蠻硬的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開始準備 嘿嘿嘿 做手腳啦 OK 萬事俱備 我們接下來就是 等待跟祈禱啦 看看明天 等它全部都乾掉了之後 會不會 照我們所想的那樣子運作 哈哈哈哈 OK 我們明天見 OK 經過了一個晚上了之後呢 這些樹脂頭子已經充分的硬化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是 一般的 嘿 它出來了 喔 欸 哇 好療癒喔 喔齁 超級工整均勻的黑色魔法 有沒有 不過呢 最上面這邊喔 會因為我們到的環養數值那個量喔 會有一些些凹下去 或者是凸起來的狀況 所以我在想 這邊到時候可能要稍微磨一下 OK 把四個角都磨完了之後呢 雖然說 邊邊的部分看起來是協調多了 但是最上面這邊 還是會有點怪怪的 那接下來呢 欸 既然說這個是頭子嘛 所以那我們接下來要在這六個面喔 加工出這種數字 1 2 3 4 5 6 那 既然我們要做的是 能高機率直出六點的頭子 那麼我們有加重的這個下面呢 應該就要讓它是1 所以它 我看一下喔 它是1 然後它的最上面是6 然後旁邊就是2 3 4 5 2的對面是5 3 4對面 OK 好 那我們就來加工一下吧 OK 哈哈哈 各位 我終於製作完成了 欸 不得不說 這其實比我想像中呢 還要有質感一點欸 你看 哇 整顆這樣公公整整的黑色立方體 然後這個白色跟紅色的漆塗上去 喔 超有質感的 雖然說 細看的話 欸 可能會覺得好像哪裡 恩 怪怪的 不過呢 這是因為 欸 我們第一次製作的時候 還沒有抓到那個Mega 所以那個洞呢 鑽得有些大的 有些小的 有些歪的 有些正的 總之呢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普通的頭子跟 應該會比較長出現6的頭子 製作出來了 好 我們就立刻來 測試一下吧 那我覺得我們這次3顆3顆丟好了 好 我就來手上這樣子 欸 那我可以這樣嗎 其實我們有這個骰裝 你看 讓它在裡面充分的混合就知道 2 5 6 2 5 6 ok 這樣一次就3個了 很讚 3 5 6 4 6 6 唉唷 4 6沒有出現 2 3 4 各位 我們都玩孔季了 多子也被我們給投爛了 哈哈哈哈 這個環養素質硬度 因為想像中的高啊 總之呢 我們做出來這個道具頭子 欸 它骰了360次 骰出來的數字如下 1 只有23次 哈哈哈哈 然後2呢 有53次 不知道為什麼 2還蠻多的 然後3稍微少一點點 41 40是57 5是56 最後呢 6有131 也就是說呢 各位 拿這組骰子來投的話 只有將近1 3分的機率可以投出6啊 而且與此同時呢 你投出1的機率大概只有18分之1 喔齁 欸 雖然說還是沒有辦法完全避免1的出現 但是 這確實是大大的改變了我們的勝率吧 就是 例如說你拿這組骰子去跟人家比大小 嘿 怎麼投 欸 出現了 也就是說呢 如果拿今天我們做的這組頭子去跟人家比大小的話 欸 出現大數的機率會比較高 幾乎是每投資中一定會幾乎出現一個6 不過呢 欸 畢竟我們做這個數據 是要講究一個對照的嘛 接下來 還是要拿這組沒有做過手腳的普通頭子 來試試看它的機率如何 115 115 哈哈哈 立刻就開始出現了大量的小數字了 215 415 也沒出現了 115 ヱ 一個下頭出的666 好來算一下 用普通的骰子 我剛說骰子 我還是習慣說骰子欸 可惡 頭子 怎樣 用普通的沒有做手腳的頭子 我們來看一下數據哦 哇各位我們做這個頭子 有夠平均的啊 586354 62 586 出現最多次的數字是6 出現了65次 最少次是3、54次 相差也是大概10次左右 這個結果跟我們用一般外面賣的頭子 投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判定為這個確實是平均值 也就是說呢 各位 這種道具傘 真的是我在家裡隨便就可以做得出來 隨便一投都一定會至少有一個6 又一個6 再一次 沒有剪接 兩個6 哈哈哈哈 真的是超容易出現6的 不過呢 雖然說我們今天做的這個大樹頭子 有將近1%的機率可以投出6 但是呢 我記得印象中那種專門的魔術骰子 它是可以自由指定要出現的點數的 它的原理是這樣子 它的整顆頭子呢 它其實裡面有一個空性的裝置 那那個裝置呢 是可以讓一個像是千這樣子的重物 在裡面自由移動的 那如果你想要投出6的話呢 你就讓1朝下這樣子撞一下 欸 那個重物就會跑到1那邊去 欸 那個自己投 就會投出6 啊 如果你不想要投出6的話呢 就搖一下 讓裡面的牽歸位 然後假設你想投出3好了 欸 你就讓它對面的4朝下這樣子 一下 欸 它那個重物就會跑到4那邊去 然後你一投 還是6 哈哈哈 好啦 總之呢 欸 如果各位在外面跟人家玩的時候呢 發現這個頭子怎麼好像有魔法一樣 欸 要什麼數字就來什麼數字 欸 建議你們可以拿起來這樣子搖一下 看看裡面有沒有聲音喔 欸 如果有聲音的話 搞不好 欸 你就是被女朋友捉弄了喔 OK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喜歡的話呢 不要忘了 對 按照片小留言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點旁邊的小光光 或者去我的胡子Live跟Instagram看一下喔 那麼當然如果你想要以更實際的行動 來支持我們這個社群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使用超級感謝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喔 OK 那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胡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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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